这场暴雪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一连下了三日三夜 出门的鸡血能淹没到腰上 近几十年 经理也没有这样的大雪 傅家庄的房舍 很多都是老房子了 屋脊墙壁没有那么结实 不少人家的房舍都被压塌 顾晨之和林毅搭建的两间茅草棚也塌了 像畜生的棚舍更是倒了很多 不少牛羊马匹被压死 顾家祖宅也有些年紧了 只是一开始建房子的时候 正是顾家最兴旺的时候 横梁用的是最好的木头 又保养得不错 几乎没有坍塌的 灯雪停了再盖一间 林毅比较心疼她的草棚 去看了一回 全部被雪埋了 她看着很不舍 转脸对顾晨之道 顾晨之笑起来 呵呵 还盖呀 过不了几个月就该回去了 林毅微微沉默 顾晨之看出了端倪 问他你想留在这里 林毅没有立刻接话 她抱一微笑回答 顾晨之想到了林大夫 林大夫这一死 傅家庄这附近的十里八乡 连个赤脚大夫都没有 百姓生了病 除了自己扛着 就是求神拜佛 林毅想留下来 做个赤脚大夫 解百姓疾苦 顾晨之是很赞同的 她又觉得可惜 林毅是良心意有 顾晨之非常尊重的 顾晨之回城里 肯定会再开药铺的 假如林毅能跟过去帮忙 顾晨之感激不尽 但林毅留下来 对百姓有益处 顾晨之的话就没有往深处说 头顶鹅毛大雪纷飞 处处银装素果 也不知何日才能停歇 弟兄二人往回走 不过几步就到了顾家祖宅 进了内院 直见这屋烧了炕 烧了暖炉 热炕上 铺着紧背 腿伤未遇的朱仲军 半躺在炕上 眼睛满含柔情地看着顾晨之 而顾晨之 正在和丫鬟们做针线 口里有一茶没一茶地 和朱仲军说话 任谁都看得出 朱仲军非常爱顾晨之 顾晨之和林毅相识一笑 进了屋子 顾晨之听到脚步声 蒙放下针线 带着丫鬟 亲自咬了热腾腾的水 给顾晨之和林毅洗脸 草棚倒了吗 顾晨之问大哥 顾晨之笑道 这么大的雪 草棚又没有衡量 能不倒吗 好在咱们没什么东西在里头 只有几张桌子板凳 等雪停了 看看搬出来还能不能用了 哪有半分侯府大公子的口气呀 该乡下小农寺的 那么珍惜东西 顾晨之忍俊不禁 笑道 大哥过得这样节省 大伯大伯母和大嫂知道了 只怕要心酸的 可可历烈都是用双手换来的 能节省就节省些 也不丢人 顾晨之笑道 我爹知道 只有高兴的份 朱仲军也笑 他觉得 像顾晨之这等身份的衙内 可以在京城里横行霸道的 谁能想到 顾晨之在乡下种茅草棚 粗茶淡饭 几张桌椅也心疼不已 林毅看了眼顾晨之 目露笑意 洗脸完毕 丫鬟秋雨端了茶上来 顾晨之和林毅坐到了探施椅上 温顾晨之和朱仲军 刚刚你们在聊什么 京城都这么大的雪 塞北只怕更大 今年又有牛马羊要冻死了 塞外的百姓没有五行八座 只养些牛羊马匹跟咱们交易 冻死了牲畜 他们没法子过活 又要入关抢劫 况且军官前不久地龙翻身 不知公事建好了不曾 能不能挡住蒙古人 顾晨之把他和朱仲军的话题 告诉了顾晨之和林毅 等他说完了 顾晨之已经一脸沉重 顾晨之的话 说中了大家的担忧 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呀 安南谷才有声仗 正是士气大振之计 我倒是觉得不必担忧 朱仲军见顾晨之和林毅 没有接顾晨之的话 就帮着打了个圆场 林毅笑了笑 顾晨之则叹了口气 正好小丫鬟进来 说到了午膳的时辰 大家用了午膳 外头就有人来请林毅和顾晨之 庄子室 庄子室头有人被掉下来的梁子砸了 尖锐的木桩盯入了肩膀 一拔就喷雪 家里人无计可施 林毅听说 盲盒顾晨之背了药箱 出门去了 唉 这两日 庄子上总有人受伤 顾晨之感叹 这场雪 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停 他正在念叨着 又有丫鬟进来 说城里派了马车来了 有个小子在外头等着 要进来给王妃请安 是谁啊 顾晨之问 是司机 小丫鬟回答 顾晨之 盲让请进来 片刻 司机快步走了进来 他戴着斗笠 穿着缩衣 脚上却是一双长靴 尽管已经湿透了 他跪下来 给顾晨之行礼 就说明了来意 这么大的雪 不然怕乡下米粮菜书不够吃的 就让小的送了下来 马车已经停在外院了 顾晨之大喜 送了多少 他问司机 有半车白菜 两扇猪肉 二十只活鸡 二十只活鸭 五只野山鸡 一大块野猪肉 司机 音音回答 口齿清晰 说起话来 也不接吧 放外流利 还有一车米和面 一车炭 顾晨之含笑点头 笑着道 辛苦你们冒雪送过来 而后又问 家里都好吗 十一少爷有点风寒咳嗽 其余都好 司机回答 小十一从小就体弱多病 一变天 小十一就要风寒感冒 顾晨之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点点头 喊了海棠 去取些碎银子来 赏给司机 和一路过来的小子们 打酒吃 海棠道士 司机 蒙跪下谢恩 我替小子们 谢王妃赏 顾晨之摆摆手 让他起身 海棠很快就拿了钱出来 他先将一块二两的碎银子 交到了司机手里 笑着道 加两碎银子 你制办些酒水 买几斤熟筋和熟肉 给小子们吃 这一掉钱 你自己打酒吃 司机道多谢海棠姐姐 又谢了一回顾晨之 顾晨之就道 把东西谢了 你们早些赶回去 免得叫夫人担心 替我们请安 就说我和王爷都好 再过些日子就回城 夫人乌记瓜 司机 一一记下 他转身去了 等司机走后 周仲军笑着道 这小子 当初在药铺的时候 我看着他就不错 如今更好 他是你的陪房吧 顾晨之点头 嗯 是的 以后到了卢州 给我使唤如何 朱仲军问 好啊 顾晨之笑道 卢州那个机器 你给我使唤 朱仲军失笑 顾晨之这语气 跟吃醋似的 让朱仲军很开心 而后他正色大 那个机器 来里不干净 放在你身边 你对付他 岂不是烦心 还是留给我使唤吧 顾晨之故意 摆了脸道 这是舍不得吗 嗯 朱仲军点头 笑道 舍不得你操心 顾晨之哈哈笑 他展眉微笑的样子 似有阳光 照在他的脸上 朱仲军的心田 也宛如交扬普障 温暖又明亮 他以为再也 见不到顾晨之 这样的笑 思极死 眼睛发热 碰到顾晨之的问题 他就多愁善感 他微微撇开眼 收敛好自己的情绪 到了半下午 雪终于停歇了 李婶带着他的儿媳妇 和丫头进来 说要回去收拾收拾屋子 看看能不能弄出个小草棚 先住下 顾晨之杨作不愿 道 你也太客气了 春上我在这里 你时常送些菜书给我 我也没有跟您虚套 如今举手之劳 您却这样客气 分明就是小瞧了我 当我是个冷面冷心的 化学更冷 草棚怎么住啊 岂不是要冻死人吗 若是还记得往日交情 就安心住下 等着雪化尽了 把房子修计好了再回去 我和王爷要回城过年 大上远和林先生 却要留下 你们大家一处过年 他们两个 也有人准备热菜热饭 吃的团圆饭 你们也方便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 顾晨之 要留林婶一家人到过年 林婶见她分外真诚 又说了这么一席话 再推辞 显得虚假 他们一家人 的确是没有地方安身 林婶带着她的儿媳妇 和女儿们 跪下给顾晨之磕头 谢了顾晨之的大恩 您做的菜饭好吃 王爷吃的喜欢 我们在这里 您就劳累给我们做几日饭 我和王爷心里感激不济 顾晨之又到 林婶连忙到时 她就等于在顾家祖宅做工了 顾晨之媒体给她工钱的事 说定之后 林婶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顾晨之回了礼物 她打算坐下 和海棠 秋雨 做些针线 曾奈太冷了 又见炕上烧得暖和极了 她也想上炕 海棠 你留意外套 有人进来说一张 顾晨之对海棠道 乡下到底不同于在顾家的时候 夫妻俩白日对头坐在炕上 总有点不妥 海棠道士 顾晨之就钻到了炕上的锦被里 她坐在另一头取暖 海棠问她 王妃 要看什么书 海棠从家里来的时候 把顾晨之搁在床头的两本一案 带了过来 顾晨之笑道 不计拿一本 拿给我就是 海棠就拿了本给她 朱仲军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 王妃 有出一刻了 摆扇吗 海棠突然出声 打破了屋子里的沉寂 顾晨之抬头 见紧闭的窗游里 透起来敞亮的光 还以为时辰上早 听海棠这么一说 想着外头都是雪光 映衬在窗户纸上 才如此明亮的 这么晚了 大少爷和林先生回来了吗 顾晨之问 海棠摇头 道 外头说没有 顾晨之的眉头 臭了臭 臭了臭 切开